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甚至乎這個活動就列入為奧運的一個比賽項目當中 這就是保齡球 事關我們都市人經常都很怕曬 還有想做運動 兼且想一大班人一起去玩 因為事關有冷氣的地方 很多人都會喜歡的 今次想介紹保齡球 請到一位達人來和大家聊聊天 他就是Andrew 你好 你好 我想問一下我們保齡球 我們以前經常聽到 爸爸媽媽那個年代 消遣通常就去保齡球場玩 其實保齡球有多久的歷史呢 7000多年 在埃及發明的 找到一些保齡球瓶和保齡球片 當初他們是怎樣玩的呢 通常都是在那裡滾石仔 沒有東西玩 慢慢去發展 演變成為現在這樣 其實在保齡球場上面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有些朋友就說 看到球道很漂亮 首先想你簡單介紹一下 給我們聽 為何球道上面會亮亮的 因為每條球道都要落油的 還有圖案不同了 會影響你的弧度和線路都會有不同的 會是這樣的 還有在球中我們都會去了解 不如我們首先 在了解這個運動要怎樣的規則之前 我們首先去介紹一下 桌面上有這麼多的這些裝備 好嗎 其實我們正式如果要進去 保齡球道上面 你準備去比賽的時候 或者去玩這個運動的時候 我們首先有些什麼裝備 起碼也要有保齡球 保齡球鞋和我們需要的護腕 首先想說一下鞋 好嗎 其實鞋方面 我們看到很漂亮 但我們普通穿的鞋 有什麼分別 其實一雙保齡球鞋 有底部不同 有邊是線的 還有一雙是用來扣平的 這裡是可以扣平的 其實它需不需要有什麼特別的物料去製造 可以幫助到一個運動員 其實會的 因為你最尾那一步是需要做slide 所以這邊是比較滑的 另外那邊的腳是用來遮力的 所以那邊是不滑的 如果一對保齡球鞋 就是這樣的構造 比如說我們打籃球好 足球好 我們穿對鞋都說要剛剛好 可能會綁得緊一點 但我們需要特別緊 防止它怎樣 好像平時穿球鞋一樣 尺寸就對了 平時穿球鞋的尺寸就對了 有沒有說不穿這個保齡球鞋 是不可以進跑道的 其實不好 很容易弄傷的 因為通常禮貌上 都是要穿保齡球鞋 禮貌上一定要穿的 大家都要記住 這個一定要穿進去 另外我們打保齡球的時候 我們始終有時會比較專業 我們都會有一個手套 首先這裡有兩款 不如我們先說這一款 好嗎 這一款首先有什麼特別呢 還有我們是否可以保護到自己的雙手 這些是初學者適用的 簡單一點是不讓你顧著這個鞋 就讓你做一個簡單的支援 但這一款用什麼物料去做 我摸下去很舒服 尼龍 裡面有一塊鐵片在幫你做支援 鐵片 我摸到裡面是有一塊鐵片的 我們通常說去握住保齡球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會帶著它 會比較好一點 會好一點 另外這裡我想了解一下 這個很有型的 究竟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設計 這個就給一些打曲球的人使用 曲球 你會看到它是不守廣 而且它的支援能力是強一點 而且它可以調校角度 為什麼要調校角度 它可以調校高低 令你的手腕有角度去做出手動作 不同了 通常我們是否真的要很資深的 保齡球的運動員 我們通常都需要用到這個 Xjoker應該是通常會用的 通常都會用的 大家都要很適合手型去配一套屬於自己的 對 大家看到這個很有型的 我很想試一下戴一下 待會再試一下 還有我們介紹完這兩樣 就是主要的一個裝備之外 我們的衣著方面 我們也需要怎樣注意 舒服、舒適 沒有鬆身一點的衣服 鬆身一點的衣服 比如說我們有沒有什麼禮儀 比如說我們一般穿什麼衣服 不是太適合的 如果你在正式比賽裏面 就不能穿背心 短褲就不行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如果你正式比賽的話 需要有圓嶺天術 或者要有嶺天術 也是要穿西褲 如果正式來說 正式要穿西褲 對 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這些衣著來說 絕對都要符合各方面的條件 才可以上場 對於對手來說 都算是一種尊重和禮儀 另外我真的很想 趕快入正題 就說一下這個保齡球 我看到你帶了兩個 很特別的保齡球上來 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去介紹一下 其實當中 這些 比如說我首先想說 我們大眾去到保齡球場的時候 我們都會看到有很多不同的保齡球 去供應給我們打的 但是呢 我們就說 如果我們玩資深一點點 就喜歡說要用私家波 其實兩者之間有什麼分別的呢 直波和私家波都有不同的 扁尿不同 和自己的波 通常裡面都有一個波膽 哦 裡面沒有波膽 那我們普通在保齡球上 供應大眾的就沒有的 OK 不如我們可以分享一下 那首先 為什麼會有這麼特別的設計呢 其實這隻都是一隻膠球 現在這隻膠球就不同了 它又可以自己訂做了 你自己想要什麼樣子 什麼相片 紀念 你都可以放在裡面 這隻都是一隻直波 這是一隻直波 還有就是這邊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 我真的打開眼界了 其實我可不可以詳細一點 跟大家解釋一下 那究竟 那究竟 保齡球當中 其實這一個到底是什麼 好 這隻保齡球 你見到分開了一半 裡面有一個波膽 還有你見到外面那一層 就是我們所謂的 reactive 表面料 它的 friction會比較大 吸油成分 還有摩擦力 吸油能力會比較強 對應不同的球道 還有那個波膽 你看到它是不同的設計 但是那個撞擊能力不同了 會有 會有分別 對 就是我們通常 譬如說 真真正正的想做一個 是屬於自己的一個保齡球 就是我們的斯加坡 其實那個步驟需要什麼 要怎樣去迎合我們 譬如說我們真的要訂造 那我們 譬如說 那真的要做什麼的步驟去做出來 首先當然選擇你自己一個 適合的磅數 通常男士都是14-15磅開始 14-15磅 如果你自己一波的話 都是14磅起開始 嗯嗯嗯 那你跟著慢慢慢慢就要去 量度你的手 對 要適合你的手的長度 闊度 跟著就去幫你去畫一隻波 那你去看看你需要 什麼情況 還有你想怎樣打法 是 我真的都要迎合自己本身的技術方面 他才可以做到一個適合自己的波 但是剛才你說男士來說 通常是14-15磅 其實保齡球一般來說 我們有多少磅數分 有6磅x16磅都有的 6磅x16磅 但是我又聽到別人說 通常一個保齡球 適合自己的 就是自己的體重的10分1 其實是不是呢 有沒有根據 這個就是直波的標準 直波的標準 對 如果你自己波的話 就可以加重2-3磅都可以 加重2-3磅 我們通常 譬如說打的時候 我們需要有什麼特別 最初開始有什麼熱身運動 要Walk Up 要的 其實簡單的熱身也是需要的 譬如說手部 尤其是早上打球 更加需要做熱身 不然會更熱而正親 更熱而正親 其實一般我們說 你剛才說早上又打 夜晚又打 這樣 一般我們通常說 正常都市人去玩這個保齡球的時候 不是正式說到很專業級的去比賽 先 我們打一打球的時候 我們通常一般可以簡單去消遣 花多久的時間 起碼都一個多兩個小時 起碼都要 其實比賽上我們通常會分開 是不是都是規定一對一比賽 還是怎樣 未必的 有一對一 有對際 有三人 或者有五人都有 有五人都有 其實很多時候有些朋友就說 那個計分方面 都是想了解多一點 但是始終就說 在比賽上面 譬如說我們玩對際 或者一對一的時候 真正正的比賽 我們需不需要有些什麼條件 譬如說 我們好像其他的運動 可能都會檢查一下 你身上的裝備 符不符合條件 其實保齡球又需不需要這樣 其實要的 如果你有自己的球 如果你是過了規格 或者過了你的磅數 過了16磅 或者你裡面的球膽的設計 不同了 重量分布不同了 過了都是不行的 都是不行的 其實有什麼特定的規條 我們還要特別注意 在打球上面 例如禮儀各方面這些事情 例如上去保齡球場打球 通常都不可以吃東西 打球不可以吃東西 還有穿上保齡球鞋 然後應該先讓一下隔離左右 就是先讓隔離左右 對 通常你在什麼情況下 你會看到對方 你首先要讓他先 上去後 準備好了 那個動作 站在那裡的話 你應該要先讓人 人家準備好了 就要讓人 大家要注意 不可以說 有衝或有衝 就不好了 就是不太好 一般我們真的在比賽上面 都有很多特別的地方要注意 甚至乎 剛剛Andre也所說 就是裝備 球 和鞋上面 各方面這些都要很注意 還有就是說 如果比賽上面 有沒有劃分男和女 兩方之分 可不可以說混合去比賽 現在有混合的 現在有混合的 現在不僅分男類 這樣可以是 不同grade都會一起比賽 不同grade都會一起比賽 對 不過是有讓分 有讓分 啊 原來這個運動 原來是這麼特別 甚至乎很多朋友都很喜歡玩 讓大家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玩家大人 是嗎 傳統粥麵 懷舊點心 米芝蓮升級食苦 正豆粥麵專家 三文魚 咕嚕肉 還有沙爹串燒 碟碟素菜 幾可暖震 令你食指大動 還不快來大自然素食 嘗一下 正宗補到料理 沿用台灣一等靈米 傳統滷肉飯 台灣牛肉麵 風味台式小吃 盡在讚好 精緻點心 考手製作 延續傳統 不斷創新 理想點點心專門點 是你五星級的選擇 抗碎老吃什麼最好 超級營養食品 新大宅有機螺旋組粉 和有21種氨基酸的鮑魚羊 意識典牙 法式浪漫 Savon Bistro 盡在歐陸經典街牙 上勝海鮮 由高廚炮製 秘製焗蠔 魚村炒拿鞋 屯門家彩魚村酒家 煮出海鮮式香味 傳統陪魚智慧 現代護理調養 專業陪魚員陪你坐月子 愛寶寶 愛惜你的身子 好月子陪魚 令寶寶健康 令媽媽無憂 月子坐得好 一世沒煩惱 The St Blessed Crete Step 環保高科地板 原裝給你試入口 安裝方便 容易打理 如有任何查詢 歡迎親臨快二店 继续回来《玩家大人》 我是节目主持人胡逆轩 和我今天的大人嘉宾就是Andrew 你好 刚刚跟大家说了很多 关于保龄球的知识 其实我想问一下 保龄球来说发展了这么多年 其实我们以前去做一个斯加坡的时候 和现在做斯加坡 其实物料上有什么特别的演变呢 有不同了 如果说回十多年前 可能是先搞球 然后到现在的Reactive 现在已经是出道纳米了 纳米都有了 这么厉害 不过在比赛上 有没有特定的条件 例如什么物料可以上场 有什么不给的 什么物料都可以上场 但最重要是重心要合格 重心要合格 其实我们如何设定重心 其实有没有什么讲究的呢 有的 其实当你有一只自己球 那时候 重心的比重 不能超过一按 不可以超过的 一超过了 已经是Diskordify 不给的了 不给出场了 我们每一次都要给裁判 各方面要先验好 才可以正式上场去打 事为公平 既然所有东西都幻存了 我们就由这个初球 然后就慢慢升 这个球经验慢慢打 其实打法方面 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有什么打法呢 如果初头玩的话 通常都是直球先 然后有分飞跌球 如果你想打曲球的话 有分stroker trinska cranker 还有龙拳 不同了 可不可以逐个逐个解释给大家听一听 还有就是说究竟我们验球的姿势 还有我们看到有几步去起步 其实是怎样的呢 其实先讲一下手 如果直球的话 通常都是两折 全部入手指弓 两折 对了 飞跌球就是折半 全部入手指弓 然后到曲球的话 就是一折 fing a clip 全部入手指弓 哦 接着呢 比如说走那几步 我们都会看到很有型的 有几步 接着就 对了 球抛出去的时候 就看着球 全部中了 其实是怎样走的呢 四步 如果你简单初学者 有时四步会适合多一点 四步 对了 四步 如果上了一级的话 可能是五步 嗯 你刚才说到 那个级数方面 比如说在比赛上 你说有阳分这一样 其实怎样去分级级别 180分至190分 就B组 190分到200分就A组 200分过来就已经是Open Ball 即是怎样去视乎 那个级别 去设定你是哪个级别 其实如果你有参加过 各大场馆的比赛的话 你也有一个平均在 会这样计算的 就是会知道给大家说 对了 比如可能我是 错过得 错过 新手赛 错过新手赛 不可以这样越级你挑战的 可以 但是要让分 要让分 通常要让多少分 八折 八折 其实我们每一个玩保龄球的朋友都会看到 在那个计分牌上面 可不可以教大家去看一看那个计分牌 其实要怎样去计分和分别 在哪里 比如说有时候看到靠叉和slash 其实是怎样去分 靠叉当然是全终 靠叉是全终 斜划一动是Sby 用两个球的打光10VP 哪里是S的话就是开窗 对了 如果三两个全终就是火鸡 这样分的 就是大家的述义上也会有这样的 就是大家看到 原来的分数上面是有这么大的分别 譬如說如果我們在打保齡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分數上面 可以再細節一點告訴大家 譬如說我真的打得很差的 剩幾十分而已 有沒有這些事都不事 這些通常都是要找教練學一下 參加一下訓練班會比較好 其實現在在訓練班當中 我們說幾歲開始 譬如說很多家長現在都想培養小朋友 其實六至八歲都開始有小朋友參加 六至八歲就已經開始了 一般他們會拿著幾重的球 六磅 七磅開始 即是慢慢直球開始玩 但是小朋友有沒有斯加坡 還是不要求 有些小朋友是會有斯加坡 這麼厲害 最好是斯加坡還是初學 其實最好是斯加坡 如果你學得的話 即是慢慢去越做越好 即是越做越大 去迎合自己技術上的層面 當然 去一個斯加坡 其實說回打法方面 會否跟大家詳細說回打法呢 飛跌球的旋轉是不同的 曲球的話就分了很多類 有Stroker 直球 Skid whole roll 然後到Trinska和Kranka 就是比起互動更加大 到現在是雙手打球 雙手打球又是甚麼一回事 我在澳洲也有個很出名的職業手 都是用雙手打球的 令到它的Votation大一些 旋轉能力更加強 其實我們每一次 可能我們小時候 跟爸爸媽媽這些 柴華華去打的時候 通常都會輕輕拿著球 滾進去那個球道 但其實 是不是真的在比賽上 其實是沒有說怎樣分 你自己怎樣的打法 沒有的 但初學都是先直球的 到之後就要看你的教練想 你想去做些甚麼 其實身為一個教練 他怎樣可以看到 那個學生是甚麼打法多的 有沒有叫他們打到差不多一回 幫他們去設計一種打法 是專課他們的 曲球 曲球 即是我們大路的 大路的 通常大路都是曲球 比較多 其實我們每一次 其實要怎樣去掌握 一定是說我們平時 是不是真的打得多些 還是如果我們除了 我們不能去練習的時候 我們平時自己的手 不需要做甚麼特別的運動 去令到自己的肌肉有記憶 其實不需要的 多些去打球 去練習多些 還有參加訓練班 找一些教練去教 正確的手勢會好些 不是很容易弄傷自己 弄傷自己 對 通常一般的訓練來說 會大概多久 一般的訓練 起碼要十堂或二十堂以上 初學者 初學者 接著就開始可以上 對 因為很多東西都要學 除了你的打法上 你的技術上 都會有不同 其實現在越來越多 很多小朋友 甚至乎都市人 越來越喜歡玩 這個保齡球 這個運動 其實你對於 香港的保齡球 的前景 又是怎樣看呢 因為大家都會知道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奧運 阿運 有時候 我們保齡球 都拿到很多獎項 你自己個人 又怎樣看 我們的前景 是怎樣的 香港保齡球總會 當然需要大力協助 還有我們的康體 還有我們的體育學院 培訓多些青少年 出來會爭取多些好成績 會好些 其實那個質素上面 即現在的 現在的質素更好 更好 比以前好很多 男還是 男女都好 男女都好 其實有沒有說 以往體育學院 有哪些 你會覺得 他們是 很厲害 很有天分的 有時候 胡紹康 現在 都有其他運動員 正在追求他 即現在我們 慢慢可以說 這個運動 是可以 最好 扔大量的資源 去發展下去 其實是最好的 其實你覺得 香港的場地 多還是少呢 現在是少的 現在是少的 因為始終 開一間保齡球場 不是那麼容易的 你的地方 一定要是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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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嘶嘶嘶嘶嘶嘶嘶 而且你不能有太多的儲位 都是開不到的 即不能有太多儲位 是的 因為你放不到連結 在那裡 一般營業時間 是怎樣 因為很多朋友 都說想趕快時間 去試一下 由早上 10點到晚上 2點都有 其實 到晚上2點都有 是的 那其實有沒有 自己都試一下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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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很少了 現在很少了 即是教學生會比較多一點 如果你現在這樣教法來說 通常會花多少時間 心想說有時候 看見一些學生 嘶嘶 進步得快 會特別訓練他們 其實都會設定了整個計劃 讓他們一步一步上升 上課通常都在保齡球上升 對 一定是 但要不要有什麼特別的理論 理論都要跟他們講解一下 當然會有 因為有時候 你除了打法上 還有要去每一條球道 用什麼球 都會有不同 有不同的 對 大致上會是怎樣去知道 譬如說我們條條保齡球道上 都會有一些油在上面 其實那些油會不會有分別 會有分別的 那個圖案不同 會影響你那條拉 你那條拉的話 你可能用不同的球 都會有不同的反應給你 這樣 對 我們一般 例如說斯加波 我們通常是一個 但其實有沒有什麼特別的運動員 是超過一個斯加波 這樣大上場上陣 其實現在一般比賽 很多都不止一個球 可以不止一個球 不止一個球 對 你可能上了場打 你可能有四隻 或者六隻 過去打比賽都會有 只要是你自己的 就OK了 對 就是這樣對著對手 你可以選擇 你可以選擇自己 在你的工具裡有什麼 這樣 對 但我們其實 怎樣去護理保齡球 怎樣去保養他們 其實每球球都要抹一下球 每次打完球之後 都要用一些清潔劑 來抹一下面料 因為那個面料 如果你老化了的話 它的能力會降低了 到時你比賽就會變差了 其實 譬如說 我們去做一個斯加波 其實保齡球 算不算一個消耗品 還是怎樣 是消耗品來的 消耗品來的 還是唯有做過一個新的 如果是一個二百分之外的 Bowler 來講的話 換球是很頻密的 換球很頻密 對 很頻密的 可能是一個多月 已經開始換一隻波骨 嘩 那這些時間 和那個努力 可以用這裡 反映出來 我今天非常開心 真的 講了這麼多 關於保齡球上的知識 Angelo 令我學到很多東西 真的 再一次多謝你 謝謝你 說了這麼多關於這個知識 如果大家真的 喜歡玩保齡球的話 就事不二致 還有 真的可以 用心思去學習 怎樣去打法 今天 我們的玩家大人節目時間 就差不多 我們下次 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如果各位觀眾想重溫我們今集的節目內容 可以到以下的網址 www.apus510.com.hk 有智能手機的觀眾 也到app store download我們的apusapps 隨時就可以重溫我們的節目 請進行 支撐